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任佳伦作为2017跨界歌王的首发嘉宾亮相发布会 活动现场任佳伦笑容酥暖 一双电眼聊人力满分 一出场就惹得台下迷妹尖叫不止 演员出道的任佳伦 此前曾经接受过专业的歌手训练 此次参加跨界歌王一元歌手梦 引发众多网友期待 跨界歌王首发阵容 公布任佳伦自信满满魅力之MAX活动当天 任佳伦身着一颂黑色经典 CN中搭配Darkst与小花领结亮相红毯 在主持人问其参加跨界歌王有什么大招的时候 任佳伦自信满满地说 我的大招就是似可以 唱歌还可以 跳舞还可以 人气还可以 长得也还可以 说完任佳伦变眼面 直呼自己都不好意思了 在场粉丝 近乎这样呆萌可爱的广平王 也是魅力满满 唱跳歌王任佳伦 即将上线展现任是苏音征战跨界聚息 任佳伦早前旧 曾接受过专业的唱跳训练 在热播的电视剧《大唐荣耀》中 更是现唱了剧中人物主题曲《荣耀》 让网友感受到任是苏音的独特魅力 在昨天活动现场任佳伦 也是现场清唱了一段荣耀 深情款款 唱功扎实 此前在传出任佳伦 即将参加跨界歌王的消息时 粉丝就表示期待歌手任佳伦上线 任佳伦凭借在《大唐荣耀》中 对于广平王里处的精彩演绎 收获了众多粉丝的喜爱 尽管凭借演员的身份为大众熟知 但任佳伦从未放弃过自己的歌手梦 任佳伦也表示自己参加跨界歌王 也是为把演戏和唱歌更好的结合起来 面对即将开启的跨界征途 任佳伦也是做足准备 而他在节目中的表现更是值得期待 责任编辑 李志正 UK005 分享 在相关日读 穷瑶在谈安乐死与失智症 曾为化命母亲怒吼丈夫 据台湾媒体 穷瑶日前在脸书公开交代后事 拒绝急救 插管 若是晚年失智 判能安乐死 一番言论引起热议 21日他在谈安乐死与失智症 并分享自身故事 解释为什么自己这么关心此事 穷瑶坦言最怕失智症 因为他做过研究 发现这个病是长寿者 很难逃过的命运 他的母亲在过世前两年失智 那时来的看护都做不久 他只能亲 则去照顾 有次深夜母亲又想往外跑 为了要阻止他 穷瑶和妹妹在不停拉扯下 三人都滚倒在地上 父亲健壮大骂他们一顿 怎么把妈妈推在地上 而穷瑶老公平心掏 也因爱妻凌晨三点没回家 赶来看看情况 冲口喊出 你必须请专人照顾你妈 你三天两头这样 是要把自己折腾死吗 当时情况混乱 他只能吼回去 你不懂就回家去 不要来管我 老公被他怒吼后说 我知道你爱你 妈 但是我也爱我的老婆 他顿时眼泪落下来 直到现在一起仍会落泪 因此他希望能多关心一下 失智症的病患 而因为自己家多失智亲友 他怕自己也一样会得病 所以才希望立法通过安乐死 让病人能有尊严地走他喝酒喝死骨龙 抢了张国龙的女友 风流成性 如今什么片都拍稍微年长点的读者 应该都知道徐少强这个演员 他在电影里多饰演武侠剧中的侠客 肖雄等角色 当然 饰演的反派也同样出色 演技高超 反正跟季春华的反派有的一拼 能把人给吓住没什么问题的 徐少强的代表作天残 便绝对排得上号 可惜接受贿赂 没有出演天残便第二部 自毁前程 多年后徐少强提到此事 也是傲 悔不已阿 要不然人气绝对跟正少求有的一拼 都知道古龙是因为研究死亡的 徐少强在拍摄《精神真》 讲出了当时的事发经过 原来徐少强有次在台湾拍戏 是酒如命的古龙 听说徐少强也是酒量过人 就拉着徐少强到家里喝酒 谁知拜下阵来 古龙不服 说当时不在状态 不顾名不能沾酒的医生嘱咐 拉着徐少强再比了一次 这次喝多后没几天 古龙就去世了 徐少强也是风流成性 有过多次短暂的婚姻 还多次荒内出轨 最著名的一次出轨是耕雪梨的 那年雪梨17岁 在泰国拍电影认识了徐少强 徐少强三年两宇就把情窦初开的雪梨骗到手 三年后雪梨给徐少强上老名女儿 1986年两人本来打算结婚 谁知签字的时候徐少强 说旺带离婚证明 最终婚礼也没举行 雪梨就这么跟了徐少强七年 雪梨曾是张国荣的女友 两人在1979开始恋爱 张国荣还公开了两人的恋情 没想到雪梨居然会看上徐少强 徐少强晚年也是生活结局 挣的钱都风流快活的花完了 再说他经常演反派配角 也没挣多少钱 不得不出演类似金平梅这样的电影 要想打败徐少强 必须用将农十八掌的第十八式 那招叫什么 对于徐少强 你有何评价 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观点